大家好,我是Carrie,温哥华的地产经纪 这段影片会和大家分享 这个在Suri市中心的热门投资楼盘 它的名字叫Parkway 发展商是Bosa旗下的Blue Sky Family Company 为何说它会很热门呢? 有几个原因 第一,它是在Suri市中心 它的桌子在这里 CD Parkway 加104 这一条是Sky Train的轨道 40这个位置是Sky Train站 这里是City Hall 附近已经有校园 例如KPU等校园 这里是Mall 所以它的5分钟步行距离之内 已经有很多培图设施 这是它原本的原因之一 另外发展商是比较优质和历史悠久 在旁边的Lock已经卖了 和建议另一个屋苑 我们说一说这个项目Parkway 它总共会有4栋住宅 现在开卖的会是东北corner 第一栋叫Expert 总共会51层楼高 它有几种不同的方便 我们从最小的开始说起 最小的会是Studio Unit 大家看到它全层会有两个 0.3、0.4 这两个都是Studio Unit 室内尺数396尺 门口进来是洗手间 然后直接有睡床 还有Living Room 还有厨房长条型 睡房没有门 也有露台 这个单位是30万美到40万头 但价钱不包车位 也买不到车位 接着是一房 一房是试正方方的一房单位 510尺左右 有四种质减 060、070、011、1向北向南 也有 试试正正的一房单位 也有一个长条型的露台 一房单位的价位 包括车位 5万万钟左右 是一个starting price 5万万美到60万头 都会买到一房单位 一房加guest 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plan 全层只有一个单位 22楼开始到50楼都有这个 plan 一房加guest 607尺 除了一个睡房之外 还有一个钉 这个钉是比较大的 可以放到单人床 还有空间可以放衣柜走动 有sliding door 这个607尺的单位 它的开价大概是60万钟到70万头 接着到两房 这个两房是两房加一个半洗手间 什么是一个半洗手间呢? 就是它多了一个powder room 因为以往实业 一向有很多两房一次的单位 很多市场反映说 两房都住了人的话 差洗手间用 所以发展商比较贴心 想降低两房价钱 但有多一个半个洗手间 起码早起床 擦洗面可以分开 还有它的特色就是两边露台 这一只只一层有两个 02和05 都是这样的单位 705尺 所以它会比较便宜 但有70万头 是它的starting price 最后这只就是正常大两房 750尺左右 正式式两房 两次的两间房 然后两个洗手间 有个主人房 也是两边露台 这一只只的话 暂时发展商未有定价 但我们计算尺价 一千零八十元一尺 乘回748尺的话 starting price 接近80万 即是差不多了 大概就是这几只只 是Tower One 即是Expect的楼 我们来看看楼 其他配套和设施 这些是室内的rendering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它也是比较高的楼底 也是sliding door 大窗门为主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观 这是厨房的设计 其中一颜色是黑色的柜 配前色的countertop 然后这一张的island 也会带出一张餐桌 然后也有漂亮的Display位 而且有些绩子是露台 可以通过厨房 给它开扬 然后这是露台的设计 外面会有黑色的黑玻璃 黑框设计 包括露台这边玻璃 上面也是黑色扶手 酷点、酷点、酷点 好 然后这里开始是 Amenities Area 这个Expert 会设置了51楼的Lounge 纯粹是for resident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一栋的建设 其实是有Rental component 1至17楼都会出租 但是它们和住宅 上面由18楼开始 是会完全分开 有分开的Lip和入口 所以楼下的租客 和楼上的住客 其实不会见面 不会走同一个入出入口 因为整个楼都属于Bosa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高楼宇的中间 有两个矮矮的Pavilion 它们是什么 其实它们一块是Retail 包括一些Shops 例如Supermarket 或是Coffee Shop 甚至是餐厅等等 都是由Bosa去管理 另一个叫Parkway Club 这个Club就是四个建设 一起分享一个像会所设施 总共16000尺的Inside Space 它主要有比较大的Gym 高楼底 Modern的设计 很漂亮 看出去大玻璃 让大家在里面做Gym 感觉那个Space会开扬 不会看屈质 另外楼下 还有一个很高楼底的球场 这个球场足够大家打排球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高度 当然还有其他的设施 发展商的show home已经准备 下个星期我们已经可以带朋友 带客进去看 最有兴趣在Vancouver的朋友 麻烦你最快联络我 安排大家下个星期去showroom看 它全栋楼有362户 是residential 可以买出去的单位 怎样说它很热门呢 第一 Bosa这个发展商 因为它的历史很悠久 所以它一直有以往的past purchase 所以Bosa首先会 cater着他们自己的past purchase 今次我在发展商里 拿到的internal的数据 可能是一个三位数字的unit 已经会交代给以往Bosa 买过Bosa的客户 所以其实真的可以拿出来 给大家买的 可能只有200多户 再加上在四栋里的第一栋开卖 价位会在四栋里相对最低 所以会是很attractive 2月初、2月中这些时间 就可以真的写单位 所以其实时间都很紧密 所以可能很快看了两三个礼拜 已经可以第一批writing contract 其他价钱和资料 可以上到我的网站 carycrate.com.parkway 你进去之后 下面我放了楼书、楼盘细节 包括这些分布图 都可以给大家设计一下 想买一个怎样的单位 下面也会继续有其他价钱、starting price 这个楼盘都会继续更新的 如何之后有管理费等资料 都会继续放上去 如果你看完楼盘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欢迎你 可以按键或填填你的资料 我会联络你和你 约时间去谈楼盘 或者告诉你下一步怎么做 同样我们刚才说 除了parkway之外 还有其他大型楼盘 马上就会开始设计 包括Oasis、Concord Brownwood 和Amazing Brownwood 大家可以进去我这个网站 找到他一些基本资料 例如floor plan等等 之后都会在上面更新 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y 温哥华的地产经纪 Hi 大家好 我是Cary 温哥华的地产经纪 啊啊啊啊啊啊